好 緊接著我們見到今天的這個國際題 俄烏的部分我先讓張將軍來講 我想把這個車子的問題留給介大使 這個澤倫斯基最近這個美國安全問題專家 Brand他是美國過去的前政府高官 他講的這個話蠻驚悚 今天各媒體用陡大的標題來登 叫做北約國家可能會秘密的 把澤倫斯基從基辅撤走 有沒有 秘密的把它給搬掉 所以不是他自己要走 是北約把它給撤走 為什麼呢 因為澤倫照不住 第一個前線失敗 然後國內政局緊張 他又拒絕選舉 他陷入了政權上非常糟糕的一個境地 那怎麼辦呢 所以把它移開 大石頭就要把它搬掉 那如果他撤離的話 西方特工可能會把它帶到利沃夫 然後烏克蘭交給誰 交給扎路日內 這個扎路日內就是被他幹掉的嘛 交給扎路日內 那這個澤倫斯基在基辅就待不下 他到利沃夫 然後呢 讓他安靜地退休 然後呢 烏克蘭會被分成幾個部分 我簡單地來講 把它分成白話為一句話講完了 就是大家看著想要瓜分烏克蘭 把澤倫斯基給搞掉 就是這麼個回事 好 這是一個政壇上的最新訊息 當然他是由這位前美國的高官 他也是美國專家 美國安全問題專家 講出來的話 你就不能夠不認真的來聽一下 那還有一個就是無人機的空拍片顯示 最近有很多各國援助烏克蘭的 所謂的神器 指標性的武器都被擊毀 除了美國的M1A1坦克之外 還有我們看到這個美國援送他的 這個海馬斯機動火箭車 也被打掉了 還有這個美國M1A1嘛 還有包括法國的有沒有鐵錘 也是第一次被俄羅斯給這個打掉 所以你看到這開戰進入了第三年 好像俄羅斯第一個打擊越來越精準 力道越來越大 那很多非常號稱當初有多神多神的 不管是坦克啊等等 現在都擋不住了 所以意味著什麼 我們可以看出來第一個就是澤倫斯基 他可能從基辅被撤走到利沃夫 利沃夫就在波蘭的東邊60公里 很近 就直接一跨境就到波蘭去了 換句話之後這個走得有點像阿富汗模式 因為阿富汗美國一撤軍之後 阿富汗的總統甘尼 甘尼就跑掉了 一跑掉之後塔利班五天 不到一個禮拜五天就把整個阿富汗吃掉了 是這個樣子 那塔利班政權很快就把這個吃掉 兵敗如山島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影片 美國派那個空中霸王吸妖拐飛機 那個阿富汗的那個難民 好像還爆到那個飛機上面 這個很有意思 當然那個澤倫斯基 他個人的命運是小了 但烏克蘭會怎樣 會不會分成幾部分 那就類似這個樣子 對 當然一部分就是俄羅斯 在東部的那幾個 那波蘭對於烏克蘭西部也很感興趣 所以就是大家覺得 澤倫斯基大石頭搬掉之後 我們大家都可以撈到一個好處是嗎 沒有 他的國家就破了 因為按照今年的三月 烏克蘭是要選舉的 因為澤倫斯基的任期到五月 但他不願意選 不願意選 因為現在他說 那現在戰爭狀況嘛 但是他的合法的任期五月終止 那剩下兩個月 那現在已經三月了 對 所以像這些指標性的武器都被摧毀 對不對 摧毀 現在俄羅斯他改變了戰術戰法 他第一個他派無人機做偵查 無人機偵查了 坦克在哪裡 地律攻飛彈在什麼地方 還有他的重要的武器裝備 在什麼地方 無人機做偵查 一偵查完畢就標定經緯度 因為無人機上面有經緯度 一經緯的標定完畢之後 後面的火力直接集火射擊 摧毀 摧毀海馬斯火箭 摧毀他的我們講到的 他的火炮 因為火炮直接就摧毀了 就是這樣 然後剛才講到的 這個鐵錘的航空倒影炸彈 鐵錘方向炸彈就是我們講的 雷射導引彈 但是他雷射導引彈加了GPS定位 另外又加了後面一個推進器 可以打中層的空對地的飛彈 有點這樣子 因為他已經裝的推進器了 本來傳統的 他裝的推進器可以打得比較遠 但是也被很容易被俄羅斯發現 所以這些所謂的西方的武器神話 一個一個被擊破 像M1A1 那是當初送的時候 哇 多神 有沒有 鐵錘也是一樣 就現在看起來沒那麼神 對 因為當初的時候 俄羅斯吃了一些虧 他吃到要派無人機 所以就先做戰場偵查 對 戰場偵查的時候 他就找到了這些目標 找到這些目標 但是有的是假的 因為烏克蘭他也會偽裝 偽裝之後這是假的 假的這個被俄羅斯摧毀之後 並沒有引燃整個訓爆 這是假的 假的海馬斯火箭 還要打到這假坦克 所以他現在這無人機 他要做偵查完畢之後 還派重複做偵查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烏克蘭他會棄敵 他以假視真 結果是消耗俄羅斯的火力 消耗俄羅斯的彈藥 但俄羅斯他會做辯證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有沒有金屬反應 那沒有金屬反應之後 直接叫後面的火爆直接攻擊 那這個騰克是真的會跑 那直接把它做摧毀 所以就印證了那句話 你在戰場上得不到的 你談判桌上絕對得不到 所以澤倫斯基在他的這個領導之下 烏克蘭是節節敗退退 退無可退 所以眼看著討論到的就是 把他給撤走 當然撤走這個用詞 還算是中性的 大家可以想到 他當然可能不願意 所以這個過程可能中間 大家心中有無窮無盡的電影的畫面 對不對 那他現在向整個歐羅斯的軍隊 向蒂虐伯河推進 那整個我們看三大戰役 整個就是烏克蘭蘇的 第一個我們知道在那個 馬利烏波爾的亞蘇鋼鐵場 這個戰役我們要打到82天 另外一個就叫我們叫扎波羅勒 在現在扎波羅勒之前的話 我們有知道 盧甘斯克跟扎波羅勒這個地方 現在往扎波羅勒那邊去了 那扎波羅勒去了 再下去的時候是赫爾松了 所以你看最近為什麼打赫爾松 就是好像就是要把地孽伯河 變成類似停戰線 對 但是已經非常清楚了 所以對於這個澤倫來講呢 怎麼說呢 就是說他的最終的一個 烏克蘭的命運好像已經定了 澤倫的這個命運好像已經定了 大家可以理解到 所以想想看這個開打兩年多 要進入第三年 一切夢一場 本來宏大的志向 加入北約對不對 你不要看澤倫當初在全世界 這個議會的時候 一進來全世界大家都給他鼓掌啊 都站立來迎接他 可是說穿了他也是被西方領導 所捧出來的一個神話而已 現在這個神話呢 樓起樓他就在兩年中 這個ASML我們節目中 談了好多次了 他就是光刻機獨霸全球 後來這個美國不是給荷蘭政府下令嗎 不准賣這個中國大陸 然後SML的這個執行長 這個CEO膽子很大 三番兩次出來嗆美國 三番兩次出來要訴苦 我們現在如果失掉中國市場啊 他們自己會做啊等等之類的 講了好多好多逆美國的話 當然這也跟荷蘭的這個政治局勢有關 那荷蘭的電訊報最近就有報導說 因為荷蘭政府反移民政策嘛等等 所謂ASML政計劃搬離荷蘭 他要拋棄荷蘭咯 這個嚇壞了荷蘭好不好 當然主要是因為荷蘭 在這個總統大選當中 明顯的右轉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政治局勢 有了明顯的變化 緊緊的跟隨美國 你看到ASML裡面 非荷蘭籍的員工大概占比是40% 他的反移民政策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再加上他聽美國的話 所以這個限制他呢 跟這個中國做生意 這個讓他們的這個營收呢 也大幅的下降 所以已經向政府提出了 這還不只是計畫了 已經提出了這個想法 可能會在其他的地方擴張 要不然就徹底撤離 也就是拋棄荷蘭 這個法國是選擇之一 法國已經開心死了 對不對 那荷蘭政府真的是驚嚇莫名 緊急成立了挽留小組 然後由這個 由荷蘭的這個最高領導人 親自擔任這個小組 然後來去餵留他 然後大陸網民聽到之後也樂翻了 趕快趕快來我們中國落地 各種優惠要啥給啥 這是不可能的 好立頭我一起讓韓兵講 彭博也批了一個消息 美國這個晶片大戰還沒結束啊 又在向盟國二波的施壓 要求進一步收緊對中國 獲取晶片技術的限制 所以又來囉 然後還推動了首爾柏林 共同遏制中國科技的崛起 但是彭博的報導說 據說日本跟荷蘭反應非常冷淡 這當然會冷淡啊 因為你看日本最近才因為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人家正要發展他的晶片產業 而且日本不是在那邊做的不是尖端的最高的最先進的製程 他是做28奈米以上 所以日本才重新要恢復他的這個晶片產業 然後你告訴他說你不能對最大的消費國中國大陸賣 那你要怎麼辦 然後人家荷蘭為了SNR交頭爛額 你還要人家再製裁 所以美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要求這些盟國都做出犧牲 那有的盟國當然願意做這樣的犧牲 可是這些後來都會自己自受寄生遭受其害 USMO之前一直不願意不賣機器給中國大陸 到最後沒辦法被迫進了 那進了現在呢 他就失去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客戶 那對他來兩公司營運已經遭受打擊 那再加上去年選舉呢 他們國會選舉右派政黨自由黨贏了 那自由黨贏了之後呢 他們就擔心可能會轉向 因為這個政黨超級反移民 那反移民就是以後可能會制定一大堆 包括以前對這些高科技移民啊 可能給他一些優惠的一些 那個稅制啊什麼可能都會取消 那取消了這些高科技移民可能就不來了 那USMO他自己本身 對這些高科技移民 對這些外籍的員工 依賴是非常大 那如果他的外籍員工都跑掉了 那他找誰補 沒有人補啊 所以對他來講為了企業的永續生存 那當然要考慮 荷蘭是不是還是持續發展的一個好地方 那當然我認為他有點是部分在表態 就是故意去借這個機會 去跟荷蘭政府講 你不能再考我 再考我就跑了 那實際上有沒有這麼危險呢 因為我必須說 剛剛我們講到 好 因為現在國會最大黨是自由黨 可是你知道他雖然最大你知道他幾席嗎 35席而已 那荷蘭國會總共150席 那其他的政黨都已經說了他不會跟他合作 所以這個最大黨可能到最後是沒有辦法 實際控制整個政府 也就是整個反移民的法案 可能是沒有辦法正式通過的 所以我認為USMO是未雨綢繆 然後借這個機會 要荷蘭政府給他更多的東西 真的把荷蘭嚇壞了 對 那荷蘭政府聽說已經提出了一個 貝多芬計畫 準備要強力挽留他 那一定會給他一些相關 不管是稅率也好 或是其他一些補助也好 會給他很大的幫助 那我覺得這些企業都很厲害的 我不認為USMO離得了荷蘭 因為美國不會讓他這樣做 對 搬家也不得了 所以難怪荷蘭冷淡嘛 是啊 對不對 這個USMO如果走的話 荷蘭還是荷蘭嗎 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Boot!! Boot b Sca Nd Bh B O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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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